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为保证环境卫生,香港机场管理局4月26日表示,现正在国际机场应用最新消毒技术,包括智能消毒通道、抗菌涂层及自动化清洁机器人,保障旅客及员工免受新冠肺炎病毒感染。 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,香港国际机场实行了全球首个全身智能消毒通道设施,使用者需先接受体温检测,然后进入密闭通道进行40秒的消毒及杀菌程序。 该消毒通道的内部表层设有抗菌涂层,可利用光催化及纳米针技术,摇距消灭人体及衣物上的细菌,而消毒喷雾也可进行实时消毒。 这项设施专供在机场,为敌港旅客执行公共卫生及检疫相关工作的职员使用。 香港机管局也正测试在所有旅客设施上使用抗菌涂层,无形的抗菌涂层能消灭病菌,应用于客运大楼内经常使用及接触的设施表面,包括旅客运输系统及旅客专车的扶手及座位,智能登记柜台及旅客登记柜台,洗手间、客运大楼座位区、手推行李车、升降机按钮等。 在5月完成测试工作后,机管局会考虑将有关技术长远应用于消毒工作。 此外,机管局也采用全自动化清洁机器人,全面消毒机场各处公共地方及旅客设施。 可移动的智能消毒机器人配备紫外线消毒灯及空气过滤器,只需10分钟便能有效消灭附近空气及对象表面多达99.99%的细菌。 香港机管局机场运行副总监姚兆聪表示,机管局会竭尽所能将香港国际机场打造成全球最安全机场之一。 保障机场员工和旅客,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向来最重要的任务。 尽管航空交通受到疫情影响,机管局会竭尽所能,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安全的机场环境。 我们会继续研究不同的方法,去加强机场的清洁和消毒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